受到疫情影響 今年應屆畢業生找工作 也很困難 勞動部共推出六項措施 來穩定青年就業 像是求職階段 提供每個月一萬元的青年 尋職津貼 最多補助三萬元 找到工作之後 如果是九月底前上工 而且穩定就業三個月 最高會有三萬元的就業獎勵金 如果是到今年年底 還沒有找到工作 政府會再提供就業諮詢 跟三萬元的獎勵金 今年二十四歲 從文化大學行銷研究所 畢業的王林 曾有領隊工作經驗 不過疫情期間 旅遊產業停擺 目前還在找工作 並同時參加青年職涯中心 舉辦的線上企業參訪 增加自己的求職戰力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一直是一個自由工作者的狀態 但也是因為我接的案子 比較多是跟旅遊相關 所以影響蠻大的 今年約二十七萬名 運介畢業生 推估當中的十八萬人 會投入就業市場 行政月十二號排版六項措施 鼓勵青年穩定就業 其中的青年群職津貼 是讓畢業生在待業中 就有機會每月申請一萬元的津貼 預計十六號下週一上路 約十萬人受賄 他在求職期間 我們原則上會一個月求職期間 一個月給一萬塊 最多三萬元 這是青年求職期間 讓在這過程中 當然青年也要付出一些努力 如果應屆畢業生 在九月底前找到工作 且待滿三個月 最高有三萬元現金獎勵 萬一不順遂 到今年年底還沒就業 可再參與青年職的好評計畫 申請就業諮詢 和三萬元的尋職獎勵金 學生畢業後 也不只有求職煩惱 還有學貸壓力 今年教育部會放寬本席門檻 最長可申請十六年 暫時不用償還本金 僅需每月繳交利息 記者黃英堅郭俊麟 臺北報導 手中 膿 市 政